第1个 公权力行政 VS 实经济行政 这个打5颗星号 公权力行政和实经济行政 来 区别标准和区别实义 来 先标写区别标准 区别实义 来 我们先把每一个概念 我们先诠释每一个概念 再跟你谈区别标准 区别实义 那边有用征典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介绍 来 什么叫公权力行政 李建良老师 陈敏老师和吴根老师 以下东西我们帮你做个会整 他们在这边诠释的非常详细 尤其是李建良老师 李建良老师 她说什么叫公权力行政 公权力行政是国家 它第一个 它居于统治权主体的地位 基于高高在上的统治权主体地位 然后呢 适用公法所从事的各种活动 国家具于统治权主体地位 适用公法规定所从事的活动 这叫公权力行政 公权力行政 如果我们画出来图的话 国家基于高高在上的统治权主体地位 然后它适用公法规定所从事的 对人民从事的活动 适用公法规定对人民所从事的活动 这个叫公权力行政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公权力行政它的类型 公权力行政 传统的公权力行政 国家具高高在上的统治权主体地位 对人民所做成的这种公权力行政 具有什么 单方规制的色彩 也就是说它片面去决定 具有权力义务的法律关系 它片面去决定 它和人民之间的法律关系 这个我们就参加高权行政 那高权行政最典型的两种作用 行政处分 征兵课税 还有行政命令 行政处分和行政命令 是传统的高权行政 是由行政机关 是由国家单方面去决定 人民的权力义务 具有单方规制性的色彩里面 单方规制性的色彩里面 那么随着后来 随着社会快速的变迁 行政任务不断的扩张 因应新的任务 产生了新的行政作用太阳 也因应而生 产生了一个叫做单纯高权行政 这个单纯高权行政和高权行政 有一个很大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高权行政我们刚刚讲 它具有所谓的单方规制性的色彩在里面 它具有所谓单方规制性的色彩在里面 但是单纯高权行政 它不具有单方规制的色彩 最典型的行政契约 行政契约不是单方规制 VV 两个V我代表行政契约 行政契约本身 它不具有单方规制性 它是行政机关和人民 双方面共同坐下来 来决定权利物的内容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行政契约本身不具有单方规制性 可以 好 然后再来 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具有单方性 但是它不具规制性 事实行为虽然具有单方性 但是它不具规制性 好 但是它不具规制性 所以它并不是高权行政 它属于单纯高权行政 好 这是我们公权力行政 它整个这样发展的脉络 发展脉络 具于统治权主体地位 适用的是公法 适用的是公法 好 那传统的公权力行政 就是高权行政 是具有单方规制性 最典型的行政处分和行政命令 就是高权行政之下 所产生的行政作用 再具体一点 增兵和克税 可以吗 增兵和克税 那刚刚讲 随着社会的变迁 新型的任务产生 新的行政作用因应而生 产生了一种 不具单方规制性色彩的行政作用 这叫单纯高权行政 行政契约 事实行为 行政契约双方性 事实行为有单方性 但不具规制性 好 以上 这是我们公权力行政 可以吗 好 接着来 事经济行政 什么叫事经济行政 来 我写在下面 我们对照一下 来 第一个意义 所谓的事经济行政 它是国家什么 国家处于 处于与私人相当的地位 国家处于与私人相当的地位 然后呢 适用司法所从事的活动 国家处于与私人相当的地位 适用司法所从事的活动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私经济行政 可以吗 如果我们画图出来的话 你会看到 这是国家 然后这是人民 国家处于私人相当的地位 适用司法规定所从事的活动 这叫私经济行政 好 那私经行政在类型上面 我跟大家讲 这边它还在发展中 这边的类型 我告诉你 连区域标准都没有 它只有一个什么 它只有一个归纳的标准 就是适用司法规定从事的活动 它很像的把它打包在一起 给它一个类型 很像的打包一起 给它一个类型 这概念在发展中 但是呢 它国家考试 却有相当程度的重大性 来 我们先把所有教科书 共通至少会提到的三组 跟大家做介绍 这种国家处于私人相当的地位 适用司法规定所从事的活动 来第一个行政辅助 好第一个行政辅助 第二个行政盈利 第三个行政司法 行政辅助 行政盈利 和行政司法 好 什么叫行政辅助 所谓行政辅助 指的是 国家什么 国家它处于与私人相当的地位 国家为了达成行政任务 然后处于私人相当的地位 所谓的什么 写上去取得物品和人力的行为 它为了达成行政任务 然后去取得物品 或人力的行为 这行为叫行政辅助 取得物品 比如说 国家为了有地方办公 它去租用办公大楼 租用办公大楼 之后呢 清洁 这个环境需要清洁 它雇佣清洁人员 然后呢 一楼需要保全人员 它雇佣保全人员 租用办公大楼 雇佣清洁保全人员 这都是国家考试很典型的 很喜欢 我们常看到的常客 雇佣清洁或保全人员 那这些常客 像高考和特考行政法 很喜欢考 租用办公大楼 很奇怪 这可能是来自教科书上 大家都有这个例子 租用办公大楼 取得物品 取得雇佣清洁或保全人员 好 这叫行政辅助 再来行政盈利 行政盈利顾名思义 国家去干什么 国家去从事盈利活动 国家与民争利 去从事盈利活动 国家与民争利 去从事盈利活动 好 国家他与民争利 去从事盈利活动 好 最典型的像什么 像棕油 好 我们的国营事业 都是属于从事盈利活动 最典型的棕油 好 棕油就是透过石油的买卖 去从事什么 去从事盈利活动 好 接下来第三个行政司法 所谓行政司法 所谓行政司法是国家什么 他去提供人民给付 好 国家他去提供人民给付 提供人民给付 这概念叫行政司法 行政司法 来 点心的几个例子 点心的几个例子 国家对于清函奖学金 去提供什么 清函奖学金 然后能对于什么 对于企业去提供纾困贷款 清函奖学金 还有纾困贷款 都是属于什么 都是属于最典型的行政司法 都是属于行政司法 好 住学贷款 清函奖学金 还有纾困贷款 这些都是行政司法 那我们来整理一些 我要帮大家整理的是 大法官有讲的 大法官在这边有一些 有一些例子 第一个 四字四五七号解释 好 大法官在四字 四字四五七号解释 好 国有 四字四五七号解释 主要是针对国有农场土地的配更 国家将国有的农场和土地 配更给 已经退休的军人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农民 好 这是一种行政司法 好 国家提供给人民的给付 这种给付有浓厚的公益色彩 有浓厚的生存照顾的色彩在里面 军人退休之后 我们给他一个身份叫农民 然后为了帮他退休之后 没有工作做好 国家给你什么 配更土地 你想种的你来跟我申请 然后我配更给你 这就是一种什么 国家透过民法四六四条 使用借贷的部分 去把土地配更给农民 除此之外 来 除了四字四五七号解释 国有农场土地配更之外 四字五四零号解释 有关国宅的租售 国家将房子盖好 然后把房子卖给有需要的人民 或者租给有需要的人民 这种国宅的租售 国宅的租售 它是典型的行政使法 国宅的租售 好 再来 农委会收购工粮稻谷 国家去收购工粮稻谷 好 去收购工粮稻谷 来 我这边指责你四字 收购工粮稻谷 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什么 法务部的实务见解 好 来 关于这些实务见解 来 请大家打开讲页的部分 我们来带你读过去 来 打开讲页第十一页 第十一页 公权利行政和私益行政 来 你打五颗型号 这个非常重要 好 那官号一是一 有公权利行政 阿拉伯一 公权利行政 阿拉伯二 私经济行政 对不对 阿拉伯二 私益行政 好 那私益行政 有行政辅助行政 公权利行政司法 请大家看到第十二页 我们来看到行政司法 来 行政司法 看到四字四五七 他说 受佩根的荣民与国家间 细成立画起来 使用借贷的法律关系 我要这句话 好 那佩根荣民死亡 或借贷目的使用还毕时 主管机关就要终止契约 收回工地 批国家资源得合理使用 好 画到这里就好了 好 所以国家配根给农民土地 那是成立使用借贷法律关系 那个使用借贷 你自己想一句 就是民法四六四 可以吗 那是一个行政司法 那是一个私经济行政中的行政司法 来 540 看到翻黑的部分 好 凡金 看到倒数第三行 凡金主管机关核准出售 出租或贷款之间 并以由该机关代表国家或自治团体 与承扣人 承租人 贷款人 分别定立买卖 租赁或借贷契约者 此等契约 此等契约击少 非行使公权力而生的法律关系 它不是公权力而生的法律关系 它是司法关系 可以吗 来 请同学把那个手 把那个倒数第二行的 定立买卖 租赁或借贷契约 好 国家与承扣人 承租人 贷款人 定立买卖 租赁或借贷契约 画起来 这个就是国宅的诸售 这就是自己想去行政司法 好 它就是一种行政司法 国宅的诸售 好 那下面有一个法务部法律制的函事 来 它说 农委会为办理收购公粮稻股业务业务 订定所谓的收购公粮稻股的作业要点 据以向农民收购公粮稻股 依本次农委会的说明 农民系依其自由意愿决定是否 依规定缴授公粮 政府并无强制其缴授的公权力 那农委会农粮署各区 各区分署核定的公粮收购数量 谨细确认农民可缴授的数量 批立后续资金 苍荣等调度作业 并 画起来 非 行政主管把那个非圈起来 则收购公粮稻股 应可认为信农委会以司法手段 实现上开行政任务的 画起来行政司法行为 有没有看到 好 那这是好了吗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下一个 好吗 下一个 一般同学们在教科书看到 大致上就是行政辅助行政营行政司法 那在不同的教科书 你还可以看到不同的分类 我们在抓教科书上 常看到两组 两组跟你做介绍 来 第一 下一个 参与交易 你还可以看到参与交易的活动 好 参与交易的活动 好 这个在早期 很常看到 这个参与交易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参与交易和行政营利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来听 行政营利它是具有持续性的一种活动 参与交易呢 它是一种一时性的参与交易 它是一时性 而且它有什么 它有特定的行政任务存在 它是参与一时性的交易活动 然后它有特定的行政任务存在 而且它参与交易要受到市场供需法则支配 可以吗 好 比如说最典型的 你例子想去 买卖外汇 买卖外汇是为了稳定汇率 那一旦汇率遭到稳定 买卖外汇要 目的是要稳定汇率 然后买卖外汇的数额要受到市场供需法则支配 一旦汇率稳定了 国家就撤场 好 这是所谓的一时性的交易 好 这个外汇买卖 还有什么 第二个例子 进口物资 好 进口国外的物资 就是以出售到国内的市场 这是为了米平物价 米平物价 物价太高了 小麦玉米价钱太高了 从美国进口进来 散到国内市场 把小麦玉米价格 把它扣上下来 把它压低下来 那一旦低下来之后 国家就撤场 这都是什么 一时性的参与交易 好 一时性的 好 那了解之后 来 接着下一个比较重要的是 行政的财产管理 行政的财产管理 财产管理的行为 好 来 有关行政财产的管理行为 财产管理行为 这财产管理行为 则是行政机关 去对于他手上 所拥有的财产 针对他所拥有的财产 去进行管理 去进行管理 那他的管理 来 行政的财产 可以分成公有财产 分成什么 公用的和非公用的 那大法官在四字四字八号解释 来 这边一个四字 请上去 四字四字八号解释 他说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 他去什么 他去出售 出售什么 出售或出租 公有财产 请上去 出租或出售公有财产 他说 这是属于 适用司法规定 去做行政的财产管理 这是属于实经济行政 出租或出售公有财产 出租或出售公有财产 可以吗 出租或出售公有财产 四字四字八 看讲义的部分 我们来带你读一下 这一号十字 字幕志愿者 杨�产